第256章 超凡回归 王轩以精神天眼扫尸 确信六人都死了 精神体化作灰烬 这是从神秘世界追杀出来的生灵 都超过了采药境界 万一有人逃走 可能会引发很大的祸端 你们以为跟过来 就可以在这边横行了 王轩自语 坐在青石桌案前 摆弄金色的小旗 这东西着实恐怖 不愧是传说中的杀法宝物 名不虚传 它收了起来 这是盘桃树的皮 靠谱吗 王轩盯着青石桌案上 那块黑乎乎的东西 它持在手中 感觉很重 放在鼻端闻了闻 草木清香直达精神中 它介于食物与能量之间 有些古怪 传说中 盘桃园位于极其高等的 精神世界中 王轩以为不是食物 现在看来 猜测不算完全准确 希望是天药的树皮 王轩将它收紧服的碎片中 如果真出自摇池 即便是树皮 估计也具备天药的部分药性 等到了采药境界 对它会有极大的好处 老者还留下一副 专门保护精神体的甲咒 在古代时 高等级的东西 也叫做原神甲咒 这东西是食物 看着像是黄铜铸成 但是入手很轻 像是没有重量版 在一些典籍中有记载 这是一种特殊的蜜铜 非常稀缺 可以用来打造精神甲咒 保护原神 有意思 王轩露出一色 在那个世界 无论是精神体 还是食物 都可以存在 并非纯能量的虚空 它仔细感应了一番 蜜铜魂甲不凡 除却防御外 还能短暂地提升精神力量 好东西啊 他赞叹 比他身上的破碎布全地 暗红甲咒强多了 最近他神游时 可以说是一不必体 现在好了 有了一件非常不错的衣物 蜜铜稀有 这所谓的甲咒 其实只是马甲与大裤头 他的手臂 小腿 头颅等 依旧露在外面 王轩精神出窍 想感受下蜜铜魂甲的好处 刷的一声 他远去了 飞行速度提升了一截 更快了 此外离开肉身的距离更远了 真不错 王轩点头 非常满意 五个士兵留下的银色甲咒 也是保护魂体的 能展开光益 但这种制式的东西 秘密铜魂甲要逊色一些 当然 这是相对而言 其实这些 也都是不错的超凡宝物 一次巡路之旅 王轩收获不小 三滴九江 让他精神力提升了十分之一 还有盘桃树皮 精神甲咒等 更是见证了一个神秘事件 他心中有所猜测 多去几次的话 大概能够验证一些事 燃灯 巡路 居然踏入那样一个世界中 王轩思存 这次的经历 其实很离奇 他是怎么过去的 在命土蒸腾出的迷雾中远行 进入了一个世界 难怪说命土是万法之始 超凡立足之地 一切从这里开始 果然有其道理啊 王轩感叹 命土 在他的体内 但在脏腹与血肉中 却找不到具体的位置 他蒸腾出的迷雾 在虚无中 延伸向远方 进入一个奇异的世界 能从里面带出来精神体 也能带出来真正的食物等 这就有些不简单了 王轩琢磨了很长时间 但眼下他不能进去了 撞枪口上就麻烦了 现在需要避避风头 他对那片世界 有各种怀疑与猜测 可惜 这次没能走进光明地带 莫名参与 进了坟场黑市中 漆黑而死寂的村镇中 没有超物质 那座祥和的巨城 以及他后面的世界中 大概率有浓郁的超凡因子 不然不足以支撑那些人修行 王轩颇为期待 有很强的探索欲望 我这次真不算钓鱼 是你们非要追杀我跟着出来 王轩自语 接下来的日子 他平静地研究各种经文 思考未来的路 十日后 他发现身上的超物质不多了 王轩出神 躲在森林中两个多月了 不知道外界怎样了 他有些怀念各家的道观 寺院了 所谓的三年过后 超凡腐朽 在三四个月前就在提及了 严格计算的话 时间还剩下两年多了 王轩警醒 要抓紧时间 不能虚度光阴 他怀疑 在他离开的这两个多月 外界或许发生了一些事 各种牛鬼蛇神都渐渐冒头了 他希望躲在水下 折服在室外 远观红尘乱象 看各方表演 无奈的是 他现在缺少超物质了 将近三个月 外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 超凡在接近 神话从历史传说中 映照出朦胧的影子 有些财阀中 发生了不可言说的变化 隐约间在期待着什么 星星上 有些道观和千年古叉 最近尤为灵验 隐约间散发淡淡 但物思 令人忍不住想去礼敬 奉上香火 我昨夜也被托梦了 那个人 说是我们的祖先 他要派人回来 有人神色凝重地说道 有人忧心忡忡 再请专业人士咨询 也有人很镇定 暗中在接纳超凡 进行了密谈 哪怕是梦境中相会 也无所畏惧 近段时间 各家神圣器物轰鸣 古庙发光 这些都不足为奇 似有超凡之力在缭绕 干预了现实事件 老陈最近很忙 作为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 顶级专家 他被多家邀请 去解决各种超凡问题 比如某个财阀家中 挂在墙壁上的古画 深夜疑似有人走出 有女子轻歌慢舞 让人发毛 老陈作为超凡专家 被火速请了过去 进行勘查与解析 还比如 某个大组之内 核心成员家中出现的新生 过于早会 显得很不正常 也请老陈去看 孙家最近顾不上针对他 上次周冲杀入孙家 将他们惊得不轻 共财团紧密合作 研发新型战舰 你说太爷也到底行没行 我怎么觉得他动过啊 有天深夜我 似乎看到他房间发光了 忠诚孤农 最后 他长叹道 可惜了老王 被苟约的孙家炸死了 不然的话 可以让他来看看什么状况 钟情清纯亮丽 道 王轩不见得死去了 你看陈永杰 没有急着找孙家报仇 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星星到了九月份 姐弟两人已经开学了 他们还没有毕业 但大半时间依旧在家中 主要是有些不安 可他消失快三个月了 连孙家都确认他死了 孙艺辰上次聚会时 喝多了后说漏嘴了 冷笑着告诉我们 王轩尸骨无存 他又补充 叹道 老王 我对不住你啊 我还欠你一部经文呢 下次我烧给你一部 真正的写真集 然后 他就被钟情教育了 最近以来 皇家很活跃 以旧树正统自居 传说在古代时 家中曾出现过 数位羽化登仙的人 他们是秘传的家族 的确留下了不少古物 延续到这个时代 近期有些东西复苏了 让他们信心高涨 甚至 有神秘的声音出现 和族中的老者对话 祖先显胜 即将回归 因为老者 难掩激动之色 皇家祖次中 有神秘物质弥漫 有异常景象出现 在祖次中修行 效果好的初期 宛若回到了家族记载的 古代超凡时期 哇 要突破了 皇家一些人震撼 近期修行氛围浓烈 都很努力 说起来 当年一大批强者 跟着财阀进入升空 一直没有回来 殊为可惜 近期 听说有人在想办法 想借引他们回归 希望那些人还活着 毕竟也有我们家的 几位高手 近期 其他几个救赎世家也相仿 都有些异常 苏承 开元大学 秦城信心十足 快要与皇家教导出的 弟子对决了 他认为 根本不是事 林教授 我帮你出气 他们当年在你胸膛上 留下拳动 我也不欺负人 正常击败 横扫他们就是了 然后 他又叹息 道 老王 真死了吗 希望他还活着 过去的事就算了 这次点到为止 注意分寸 林教授轻叹 道 希望王轩无恙 超凡复苏 这对他来说 原本是难得的机会啊 事实上 不仅是熟人 三个月过去了 无论是密网 还是各大平台上 都有人不时提及王轩 听说最近出现了 各种灵异事件 有人说神话在线了 可是 剑仙却死去了 让人遗憾啊 现在似乎有其他超凡者 露出踪迹 都在船 一个大时代到了 遗憾的是 看不到剑仙的飞剑冲销了 有人的确对王轩早逝感觉惋惜 但也有人 看热闹不嫌是大 想看到剑光撕裂机甲 飞船的战斗 三日后 两艘飞船从深空中回归 孙家带回来一部分人 引发轰动 各路财阀得息后 都行动起来 一些飞船与战舰起航 进入深空 同日 有人言之凿凿 说在深山中探险时 看到狐仙 有白狐化成丽人 从一座遗迹中离开 次日 又有人声称 在野外的大湖畔 看到有人从湖底走了出来 一闪而逝 老陈听闻这些消息后 探到 人间要变天 第257章 人间变了天 陈永杰自然有压力 这是猎先要回归的节奏吗 神话与现实交融 将会产生一些猎严重问题 没什么可怕的 我一直在遗憾 没有生在绚烂的古代超凡时期 不能和那些传说中的人进逐 现在机会来了 将与猎先共处一事 陈永杰说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 现实的超凡者 可能会被拉拢 也可能会被清除 情况相当的复杂 老陈在为自己树立信心 不能畏惧 我们回救土 观灵说道 他想请钱安 林启明等人亲自护送 料想那样没人敢击落飞船 陈永杰叹道 我感觉救土的问题更严重 估计会群魔乱舞 许多神话传说都源自那边啊 三个月了 他与观灵早就领证了 王轩哪里去了 该不会真的死了吧 老陈皱眉 连他也有些心中没底了 他自语道 你如果短命 不幸死去 我儿子就叫陈轩 女儿叫陈轩 接下来的几日 陆续有些飞船 从深空尽头回来 秘密带回一些消失很久的人 密地是超凡星球 东方的财阀探索多年了 但在这之前 还有一个地方 被命名为伏地 很多年前 超凡物质汹涌 伏地能量激增 导致各种非常飞船与探测器 都无法接近了 一些强者失落在那里 自那之后 星星的人只能放弃伏地 按照密地白孔雀的说法 这是神话将腐朽前的回光返照 如今 名为伏地的生命星球 超凡渐渐退潮 飞船与救生舱等 又可以接近了 孙家一直在关注伏地 因为最近他们有些惨 迫切想将困在伏地的人接回来 所以第一个行动 当年 孙家的探险队 失落在那里一大批人 这次他们成功了 引发其他人效仿 陈永杰听到消息后 露出思寸之色 有些熟悉的面孔 浮现在他的心头 确实有些很厉害的人 消失很久了 大概滤落在了伏地 由于他一个时代的人 也有老一辈的狠角色 一走就是很多年 再也没有出现 不止如此 还有他的大弟子魏丰 也消失十几年了 不知道是死了 还是被困在伏地 我要闭关 在命土领域积淀的足够了 该考虑更进一步了 不能浪费了身上的药土啊 老陈自语 他曾在地仙城的大墓前 交换到一块药土 看起来像是个玉石块 但其实内部 是天药的药性 源自佛教的一位菩萨 这东西自然最适合命土 才要层次的超凡者 自这一日开始 老陈不再露面了 天啊 我在望月牙那片 千年古桂花树林中遇先了 一个绝美的女子 奄然一笑 倾国倾城 但是一转眼 她就不见了 各位 我也遇到了灵异事件 你们知道妖神灵吗 原住民都不愿踏足的地方 今天那里滑出 一道又一道血色的闪电 光雨洒落 像是有什么生物出现了 吓得我慌不择路地 开悬空飞车逃回来了 接下来的数日 各地先后出现一些古怪事件 越传越惊人 引发各方注意 连财阀都神色凝重了 孙家的地下基地中 五号机械人自从复苏后 就再也没有沉眠 此时 她离开母舰 走出地表 站在一座高山上 眺望太空 在她的眼窝中 出现各种神秘符号 她捕捉到某种 特殊评断的信号 她在站立 在发抖 身为一个机械人 居然会有这种不该存在的情绪 如果让人看到后 一定会不解 她的双目中 映现出一组又一组神秘信息 是她艰难接收到的 然后 她又快速向外发送消息 宇宙深处 遥远的未知之地 一艘破烂的母舰 发出微弱的光 她距离一个虫洞不是很远 母舰残骸暂时复苏 接到五号机械人 断断续续的信号 进行了回应 然后 又将信息尝试 发向虫洞中 显然 她只相当于一个种转战 深山中 湖泊盘 茅屋前 王轩又一次巡路 穿着蜜铜魂甲 在命土蒸腾处的雾气中远去 追逐远处模糊的景物 她沿着一条特殊的路 进入神秘世界 很快 她看到了那处驿站 悬挂的灯笼未曾熄灭 她轻出一口气 快速向前走去 时隔多日 她又进来了 想探索神秘世界那片发光地 要验证一些事 露经死气沉沉的村镇时 漆黑的夜空中 无声地飘落下枯黄的纸钱 这让她皱眉 一直在坠落这种 有陈旧年代感的黄纸 王轩向光明的地平线 镜头走去 这次格外谨慎 一直在动用精神天眼眺望 毕竟上次出事了 她担心风波还没有平息 不久后 她驻足 盯着黑暗的前方 她的精神天眼 捕捉到异常的景物 某座大坟中有人 然后 她转身就走了 这次探索失败 上次的风波没有过去 坟场中居然藏着赢甲士兵 居然这么有毅力 十几天过去了 上次出事儿 那对人马全面 被通缉绑上的大妖 杀了个七零八落 有高手来源 也被那大妖 使用布周山开采的铜母 炼制成的大印 活活砸死了 上面动墓 四处撒网 要勤杀大妖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多时之秋 各种乱子不断出现 城中的高层都在坠坠不安 不知道会不会投靠 远方那位绝世强者 现实中 王轩睁开了眼睛 他轻叹 没有一条秘路安全好走 都充满了凶险 比如他现在发现的这条秘路 如果平和时期也就罢了 没准能混进去 得到不少好处 但现在 那片神秘世界 似乎不怎么宁静 有各种乱子 他万一不小心 遇上逍遥有以上的强者 一旦被盯上 后果严重 到了现在 他将黄灯灯的小葫芦 以及非洲中的超物质 都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没有神秘因子可借用了 而此时王轩几乎 踏足命途领域了 他觉得 自己得找个道观 或者千年古叉 补充所需 差不多就可以更进一步了 有些问题 最近探测器怎么会越来越多 连这种荒山野岭 都时常有仿真昆虫飞过 捕捉警物 王轩皱眉 各大组织的监控 可谓无处不在 近期外界多半发生了一些事 导致顶级势力严阵以待 探测器连深山都不放过了 他避开了大部分 摧毁了少许 看来这个地方 不能再待下去了 清晨 王轩洗漱后 他一阵醋眉 终究是不小心泄露了行踪 远处有微型探测器飞过 他不可能实时去扫尸 所有微型生物 山林中各种种植太多了 他如果总在 一附近环境中的细节 根本不可能沉浸下来修行 王轩淡淡地瞥了一眼 那只从不远处飞过的野风 然后不客气地摧毁 接着直接从这片山林消失 今日 开源大学人体潜能研究学院中 正在上演对抗赛 属于各高校间的切磋 秦成终于遇上了 自己等待的对手 和黄家人有关 他要为林教授出口气 这场战斗 还是较为引人主目的 因为秦成和王轩的关系瞒不住 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身后是谁 不过 眼下剑线消失了 让人较为惋惜 秦成的对手 是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 他的师父出自黄家 号称救赎正统世家 尤其是传闻 最近黄家有人 从福地回来了 外界怀疑 黄家可能有了超凡者 咚 秦成与那个健壮的年轻人交手 发挥稳定 干净利落地击败对手 让那个健壮的年轻人 口吐鲜血 量强倒退 秦成听从了林教授的吩咐 注意分寸 没将对手打得骨断惊蛇 也算是留情了 原本这件事 没有引发什么波澜 平淡地过去了 不过随着王轩露出行踪 起了微妙变化 黄家有人想见到 这个最近以来 名气很大的超凡者 仔细研读他的资料后 对他有所怀疑 甚至 黄家有人进了祖辞 进行祷告 在这里入眠 进行某种仪式 想要与神秘力量沟通 密网上最先有人 放出王轩的朦胧图片 爆出他还活着的消息 给你们看看 是谁来了 王之灭仕途 重现人间 有数家财阀的探测器 都捕捉到了王轩的身影 但是都没吭声 静观是否会有什么事件发生 结果 有个家族的年轻人 德西王轩活着 实在没忍住 将照片放到了密网上 这自然引发轰动 然后 这个星星跳脱的年轻人 直接就被家里人给修理了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谁让你发出去的 现在这种大环境下 你没事跳什么 无论如何 说什么都晚了 照片泄露 引发轩然大波 我去 见仙在线 谁说他死了 王之灭是 看那些造谣生事的人怎么说 消息一旦走漏 自然就不会是秘密了 各方动容 超凡者王轩没死 依旧好好地活着 让各方吃惊 战见喜地 原池山大爆炸 他居然还能活下来 然后 周云 钟晴 陈永杰等人的电话 就被打爆了 各方都在向他们询问 具体什么情况 事实上 几人也很猛 王轩就这么突兀地回来了 孙家众人脸色难看 当初为什么击毁原池山 还不是为了杀王轩 灭超凡者吗 结果郑主没死 得到消息后 孙家许多人 感觉脸都肿了 像是 被人抽了上百计耳光 总觉得王轩回归 在嘲弄他们 孙逸臣直接气地摔了电话 前不久 他还在对人说 王轩尸骨无存 结果对方悠悠然走出了山林 剑先回归 各大平台上 也都有人第一时间放出消息 引发巨大轰动 王轩不想理会这些事 和一些故人 简单通话报平安后 他想直接找个道观或古叉 补充完所需 进阶到命土境界 然后试了服医去 不过 他也知道 他不惹事 不代表别人会安心 会本分 他已经得惜 这人间似乎变了天 超凡接近 神话正在进入现实中 如果真有人针对他 实在无法回避 那么 他也不会委屈自己 他不介意检验自己的修行成果 试试手中大杀气的威力 教育下各路牛鬼蛇神 第258章 万法之史 三个月四与人间隔绝 更是进入过死气沉沉的 飘落枯黄纸前的神秘世界 王轩再次回到城市 很自然地融入 在外面待久了 重回熟悉的环境 让他觉得亲切 很容易回忆起过去的各种美好 人间最美不过 是那红尘烟火气 清理那个漆黑的世界 横川死寂的村镇后 王轩再联想 如果有一天 星星与旧途也黑暗下去 没有了太阳 看不到星月 万物聚集 缺失生机 那是何等的残酷与可怕 为避免极端事件发生 他在戒备 一路沿着人烟密集的地方 穿行而过 还好 孙家并没有发疯 其他组织也没有针对 王轩很顺利赶回苏城 和林教授与秦城吃了一顿饭 接着他就出城了 主动去拜访前安 孙家内部有人阴沉着脸 想秘密派遣出小型战舰轰炸王轩 但终究是没有下令这么做 现在的星星形势复杂 孙家上次被一道超凡血影 杀进大本鹰 连毕数十人 让他们至今都身体发寒 尤其是 王轩里应被轰杀在原池山了 怎么现在还活着 当时 我们亲眼看到他登山 现在想来 他猜到我们会动手 做个样子而已 很快就退走了 孙家有人叹息 有些无奈 反被王轩利用了他们迫切 想杀他的心理 孙荣胜眼神英质 让人告诉阿贡财团的格兰特 可以仔细查一查 他的孙女 多半也是被王轩利用了 他又叮嘱了一句 道 不要添油加醋 如实告知 请五号机械人出手吧 直接按死他 然后 在派出我们从福地 接回来的人上后 真不能留他了 孙城前开口 孙荣胜犹豫 有些范畜 非常时期 他怕这样激烈出手 会将孙家 树立为超凡者的公敌 母见是他们的倚仗 过早地暴露底牌 一而再地挑头出手 不是什么好事 情况对他们很不利 有些骑虎难下 他们曾了解到内幕消息 孙家会被颠覆 必须要扛过三年期 郑家已经应言了 被人取而代之 可是 说什么烈仙腐朽 即便在线 也会极度衰弱 可以对抗 这明显有误 血影的出现 杀得他们头皮发麻 现在内心有些怕了 小去了古人了 我们以为他们落伍了 身体衰败 眼光更是顿不上这个时代 但如今看 他们间的斗争 可能在借我们之手展开 孙荣胜低语 现在他们有理由相信 有些消息确实可信 而有些则是在借现代人之事 绞杀超凡 清场 灭对头 我们要不要多搭上一条线 我很担心 有些剧本 已经提前写好了 钱安很高兴 热情招待王轩 对方活着归来 直接就来拜访他 很是关心他目前的身体状态 让他觉得这个年轻人靠谱 我既然说过 要分数次要为钱老虚名 自然会尽心尽力 王轩笑着说道 他告诉钱安 他做事有始有终 只要他还活着 那么保证兑现沉默 随后 王轩行事干净利落 直接付诸行动 和钱安一起进入那座道观 可以说 兵主接欢 两人都很满意 在道观中 在神像前大谈养生之法 人要有心灵的归宿 钱老 你相信超凡 最近又在努力尽心 提悟道家无为的心态 不强求 我觉得可行 平日你也可以寄托山水间 心神放木彩云端 不要拘泥于形势 有道理啊 最近我都在旅行 碧海中 月亮上 深空间的陨石度假村 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以凡人之躯效仿猎 神游太虚 我感觉身心状态都不错 两人聊得很投机 然后王轩让他尽心 闭目养神 神秘因子弥漫 王轩补充自己所需 也适时地 帮老钱梳理了身子骨 这一晚 王轩在道观中 盘坐了很久 不断接应超物质 他的血肉与根骨 在欢呼 在雀跃 他整个人 静若出世的仙佛 明明在现实 但弥漫白雾 给前岸的感觉 像是远在云端上 不在红尘间 终于 像是到了某个临界点 王轩的体内 精神如灯 高挂长盛的万古夜空中 照亮他的前路 他要突破了 即将从燃灯领域 踏进命土境界中 他寂静不动 精神沉浸体内 燃灯照前路 他的精神体 在一步一步前行 接近了那片神秘地带 那里像是万物起始之地 蕴藏着蓬勃的生机 像集了一片土地 又淡淡的物丝蒸腾 鸟挪而上 王轩一步 就迈进来了 踏足在这里 整片天地 整片世界都不同了 一瞬间 他的精神感知暴涨 他的血肉轻颤 五脏清明 骨块震战 周身四发出了 金石撞击的声音 他的体表 有一层朦胧的光 王轩突破 晋升到命土境界 精神体力足这里 生命都像是有了依托 这块神秘之地 给予了他生命层次的提升 这里天生像是滋养精神 与血肉的源出土壤 万法之始 超凡力足之地 精神扎根在此 彻照自身的命运 仰望长生的夜空 一切从这里开始 王轩站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 觉得精气神不断攀升 实力以可见的速度增长 他心中安宁 站在这里 感觉自己像是命土中的一颗种子 刚刚破土而出 成长为道之嫩芽 外界 前安发呆 看着前方那张年轻的面庞 那个安静无声 闭着眼睛的身影 觉得他比仙佛还要飘渺 还神圣 朦胧的光 稀薄的雾气 他似乎盘坐在红尘外 超脱了现实 终于 一切都平静下来 王轩深吸了一口气 命土滋养精神 诞生万法 演化神话 这里有很多神秘 他睁开了眼睛 看到前安的神色 他微微一笑 给人一种月光洒落 淳朴宁静之感 王轩精神延展 让前安瞬间憨然入眠 然后 他精神出窍了 瞬息远去 测试了一番 可远离肉身二世里 远超过去 让超凡者知晓的话一定震撼 命土境界的人 竟能这样远渡 等若神游 此外 他的精神体外 还伴着奇景 有大山 有碧海 有太阳坠落岩浆地的景象 更似有九天上 吹拂杜劫之人的淡淡的刚风 显然 他身边的奇景更多了 从缥缈的世外 未知的精神世界中 捕捉而来 现在 奇景不在血肉中 跟随他的精神而行 缭绕着他 成团的五色金丹大道 是不是受此启发 熬练五大奇景 受于金丹中 从而绽放五色神光 王轩自语 他从源头去理解 动彻本质 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完全走对方一模一样的金丹道路 他觉得 如果照搬 效仿 都是下城 只有从源头理解 才算是平视古人 从而找到更强的路 大山 岛屿 归于地 岩浆 落日 归于火 碧海 长河 归于水 王轩梳理精神体周围的奇景 以地火风水等编织 化作道一 覆盖在身上 保护自己 古代 猎仙讲究原神不朽 道一护体 我这是意外摸索到相近的领域了吗 王轩很平静 无喜无忧 精神体沐浴月光 飘飘然如雨化灯仙 在夜空下毅力 道法自然 他没有迷信前嫌 因为 他得到了太多经文 有几部 更是震骨朔经的绝世篇章 立足点已经足够高 哪怕有所误 他也不觉得离谱 自认为就该如此才对 他觉得自然 可是如果让外人知道 一定会目瞪口呆 这才踏足命土境界 就已经如此 还让别人怎么活 这种自然的强者心态 有些吓人 刷的一声 王轩自月空中消失 回归肉身 疏得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道观 精神领域延伸 见到了半截同墙中的骨 这次他没有精神出鞘 便有了几许天眼的能力 他欲发体会道 命土是万法之使 这个说法的不凡 自此后 一切都不同了 他可以立足在这片 神秘土地上 积淀超凡之力 游虚化石 演绎神话领域 要复活了吗 他看着铜墙中那块骨 有淡淡的血丝交织 有生命在孕育 一个影子 折服骨中沉眠 王轩起身 没有在这里 继续薅裂线的神秘物质 再次为钱安 树立了下身体 唤醒了他 告辞离去 我派车送你 钱安看着他年轻 而又温和的面孔 总觉得 这是 未来的先佛呀 不用 我踏远回去 王轩摇头 婉拒了他 他朝着苏城外 远方的山林中走去 因为在精神出鞘二十里时 他看到了一个生物 在窥探他 现在 他精神与肉身合一 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想去看一看 从大幕后回来的男子 以及那个超凡机械人 自身的状态都有大问题 不算是逍遥游层次的高手 立足命途领域后 王轩更加能够理解 发生在孙家的大战了 他心境平和 十分从容 猎仙回归 受到的伤害 远比他想象的要大 坠落人间 猎仙确实在腐朽 被连斩了多个大境界 再给我一段时间 一切都有可能 前方 山林在月光下 不是多么黑暗 像是覆盖着一层薄纱 咦 真敢来 那里有个朦胧的身影 看样子是个女子 发出惊讶的声音 她早先窥视 没有想到对方的真身 直接出现了 她鸟鸟挪挪地走出山林 一身白衣 在月色下风外有气质 身段绝佳 面孔极美 眼睛很魅 怎么看都有点 像是狐仙的架势 大幕后走出来的声灵吗 王轩平静地问道 女子露出异色 微笑道 你对猎仙 似乎一点也不 敬畏 有些不一样啊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特别之处 她白裙烈烈 在月光下 在山林中非常有仙气 仿佛要乘风而去 归于明月上 但她在出手的刹那 却相当地可怕 雪白晶莹的手掌 画出一道刺目的光束 向着王轩劈去 我抱着诚意而来 想和你聊聊 王轩开口 但是当她出手时 却绝对地不手软 哄 她向前迈步 看起来如同折仙般空明与平静 但拳头爆发出了 胜烈如胶羊般的光滑 全印撼动夜空 这是金色竹简上的体术 即便是超凡者 也很难练成 但她有所悟 这是三个月以来的成果之一 羽化拳 璀璨夺目 伴着飞仙般的光雨 挤压前方的虚空 扫进黑暗 砰 两人冲击在一起 女子愕然 她现在的这具身体 有采要巅峰级的实力 结果 她被人压制了 手臂被震碎 而后又被冻穿了前胸 王轩带着光雨的拳头 击穿她的躯体 猛力一震 砰的一声 让她炸开了 点点光雨消散 这个女子的面孔 保持着那种难以置信的神色 散落在夜空中 如果真身也这样柔弱 那就再好不过了 王轩转身 没有多看一眼 她也消失在远方 星星 一座城市中 某个酒店内 一个白衣女子刚沐浴完 穿着睡衣 原本心情美好 体会着这个时代的 新奇与舒适感 她瞬间愕然 警醒 有意思 我的福祉化身 被人一拳就打爆了 好狠的心啊 她红唇微起 吐出一口郁闷之气 第259章 为超凡找出路 洁白月光洒落 大地上像是有薄烟泛气 王轩漫步 她看着深邃的夜空 大幕后的世界 属于平行宇宙吗 还是说 她依附于现实 那只是由超物质能量 短暂构建的一个神话事件 现在超物质在消散 无法支撑神话了吗 或许不止如此 超凡法则也在渐渐失效 这就像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定律 有一天失去存在得意义 不然的话 现阶段猎先回归 何以衰弱得这么厉害 神话只是一场意外吗 现实纠错 目前看来无解 是至高定律 一切超凡都会被打回原形 那以前又是基于什么 意外诞生这样一个美丽的神话泡影 夜月下 大地上 王轩一个人站立很久 看着浩瀚的星空 在这苍茫天雨外 是否有真正的神话生存的土壤 她想了解那场意外 只有探索源头 才能发现本质性的东西 高等精神世界 交织着神秘的斑斓之光 当超凡永迹 那些基于超凡才能抵达的精神世界 是否还在 在那最高等的精神世界之外 是否还有什么 王轩并没有离开城市 非洲 黄灯灯的小葫芦等 都是吞食超物质的大户 她还要去找地方补充 趁着这次 交换一些奇物 王轩觉得 以后机会不多了 各家的道观 古叉都在复苏 那些密库被人盯上了 猎先 超凡者 母舰 机械人 神话生物等 都在相继出现 平静期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出乎王轩的意料 次日 联系王轩延续寿源的人极少 积极性不是多高 似乎都在观望于等待什么 王轩亚弈 一群老头子 很沉得住气 他接到一些莫名的电话 还有短讯 有人提出 要与他进行救赎交流 王轩简单应付过去 并没有答应 比如 有皇家的邀请 云家的交流会 他都不了解 似乎没有听说过这些家族 都是哪里冒出来的 很快 林教授告诉他 有些是救赎世家 而且 王轩进一步了解到 联系他的人当中 似乎有超凡者 福地解封了 各家从深空中 接回来很多人 无论是老陈 还是周云等人 消息都十分灵通 告知王轩要注意 不要阴沟里翻船 心心上 隐服着一批超凡者 王轩出神 抢生意的来了 他知道什么情况了 各大组织带回来了 部分超凡强者 财阀的高层 该不会认为 那些人 可以为他们续命吧 所以觉得 没必要和他等价交换了 难怪这群 非常细命的老头子 现在不怎么主动了 王轩了然 并不是所有超凡者 都能为人续命 除非他们有 新术领域那些人的手段 可以吞食别人的生命 事实上 各大财阀中 确实有人 在请新的超凡者出手 想为他们自身续命 带入上宾 福地归来的人中 的确有很厉害的人物 了解详情后 动用一些特殊手段 帮雇主活血 梳理筋骨 他们施法后 最起码短期内 确实让人身体舒畅 一些老头子误以为 真的可以就此续命 所以 最近他们很淡定 有些人甚至后悔了 宋云叹息 早先送给王轩 暗金色的小舟 现在感觉亏大了 现在从福地回来的人中 有超凡者 一样可以续命 还有人比较纠结 比如秦家 秦鸿远付出了几页 金箔经文 世家真经 现在还要继续吗 老宋痛惜 但最终还是联系了王轩 因为代价都提前付出了 非洲早给王轩了 秦鸿远则是暂时止损 后节世家真经 他不打算拿出来了 所以 当王轩主动联系他时 老秦婉拒了 说 最近要去月亮上疗养 等过段时间回来再说 王轩无言 上赶着不是买卖啊 他本着优先老客户的原则 希望善事善终 但是 老秦不领情 苏承 在中州的中部区域 王轩一路向东 赶向八百里外的 宋家所在的地景月城 亲自登门 老宋面皮抽搐 总觉得当冤大头了 尤其是对方这么主动 这是最近生意不好吗 王轩笑了笑 告诉他 做出的选择理性而明智 在过段时间 后面有些人会着急的 因为后面我会很忙 不见得有时间 宋云还能说什么 他活了这么一大把年岁 即便心中不舒畅 也不会直接表现出来 更无法翻脸 现场作陪的人中 除却宋云的亲子宋文涛 还有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出现 暗中一直在打量王轩 很快 王轩捕捉到他的部分私感 居然在骂王轩变态 怎么会成为超凡者 王轩亚裔 看了他两眼 知道了他是谁 很想一巴掌拍死他 因为 这个人就是变态小宋 宋前 不止一次买凶杀人 在旧途找诙谐组织的人 针对王轩 老宋第一时间呵斥 道 你怎么来了 回去 你身体太虚 不要乱走动 好好调理身体 宋前默默站起 转身离去 王轩看在老宋的面子上 没有对变态小宋下手 就像是上次他说的 谁没年轻过 暂且放过吧 接下来 双方相处愉悦 气氛融洽 老宋真切感受到了生命力的蓬勃 身子骨越发强健 仿若在返老还童 王轩也很满意 盘坐在宋家的道观中 接引神秘因子 浇灌非洲与黄登登的小葫芦 补充超物质 次日 王轩也没有离开 又给老宋来了一个疗程 让他眼角的皱纹 都化开了一些 王轩看到道观神像中 那段焦黑的骨块 散发着浓郁的生机 有血色胶织 正在重塑 他觉得差不多了 这次薅羊毛 就到此为止吧 别真将这位给惊醒 秦成打来电话 道 王轩 我和林教授被邀请了 去云泰大学的人体潜能学院 参加救赎交流会 举办方也想请你出席 王轩自然拒绝了 他已经远行 难得孙家本分于老时 没有再出什么幺蛾子 他去探访望月牙 妖神灵等地 可惜没什么发现 最后 他回到了苏城所在的地狱 并未进城 而是观察远方的寒雾山 他对这个地方印象太深刻了 那一夜 他精神出窍 远眺苏城地平线尽头的山脉 曾看到一些莫名的生物 他一直想探一探寒雾山 但当时觉得很危险 便作罢了 现在他身上有斩神器 对付精神泪生灵杀生力极大 在超凡消退的大环境下 他想了解那种 只有精神天眼 才能看到的生物会怎样 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现实纠错 神话即将成为泡影 让王轩感受到了压力 他想从各个方面入手 寻找新的出路 我是不是太冒险了 王轩自语 但他又觉得 有斩神奇护体 仅是在苏城外眺望 问题不是很大 不过 一旦有所得 发现一些秘密 他或许能在神话消亡的年代 找到一条全新的路 这是受氏帝启发 氏帝 存在超凡辐射 被认为是 催生出超凡生物的起源地之一 而氏帝中 藏着大量的圣灵 寒雾山的生物形体 和圣灵不一样 但却有些相近 你们到底是什么形态的生物 有着怎样的秘密 列阳当空 苏城远方的山脉很壮阔 寒雾山海拔较高 山顶常年缭绕着白雾 斩神旗被王轩初步连画 虽然路还很漫长 但他也能分清敌我 不会伤到他自身 王轩精神出敲的刹那 身穿精神甲皱 并将巴掌大的金色小旗 持到手中 眺望远方 山顶那里常年温度较低 有些地方甚至覆盖着白雪 现在望去 并无生物 他现在的精神感知远超从前 连精神天眼所能捕捉到的景物 也更清晰了 所以 这次看得较为真切 山顶有寨子 有生物居住过的痕迹 但是 那些身影呢 一个都见不到 上次是黑夜 难道还与此有关 王轩诧异 他并不急躁 一直等到晚上 结果还是一样 那些生物呢 如果说不曾出现过 可那里还有寨子 有残疾留下 王轩回到苏城休息了一夜 第二日进入山林 开始接近寒雾山 当距离他不足二十里时 他精神出窍 又一次遥望 结果和昨天一样 依旧静悄悄 没有生物 接着 他再次上路了 距离十里时 还是无异样 当距离三里地时 一切正常 直到他来到山脚下 也没什么意外 王轩开始登山 精神不再脱离身体 并且手持斩神旗 神色严肃 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数千米高的寒雾山 途中 山林葱翠 鸟兽很多 生机勃勃 到了山顶后 万类聚集 大雾笼罩 草木不生 像是接连了天穷 即便是超凡者来到这里 也不会发现异常的事物 就更不要说是凡人了 王轩踏足命土经节后 即便精神不出窍 也初步具备精神天眼的能力 能看到一些特殊的景象 模糊间 他看到了寨子 看到了数十米长的巨大羽毛 多少都在辐射超凡之力 他想看到更多的秘密的话 只能真正精神出窍了 他没有莽撞形式 在这里仔细观察 直到他走到模糊寨子的尽头 看向山崖外的下方 那里竟有更壮阔的景象 让他震撼 感觉不可思议 神话消亡 超凡勇技 我不甘心 所以才走到这里 想为将来找一条出路 但也不想成为途中的血鱼骨 将自己搭进去 他犹豫着 要不要走进去 第260章 密库皆被占据 山外 竟是一片金色的汪洋 海面上蒸腾起 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气泡 五色斑斓 每个气泡中都有生物 如巨大的青鸟 小山般人守舌身的怪物 身体笼罩佛光的庞大孔雀 它们同神话中的一些 富有盛名的生物相符 泡影从金色汪洋中漂浮起来 像是神话 又像是童话 有神圣力量弥漫 也有童话般的纯净 不 泡影破碎 在蒸腾起来不是很高的时候就炸开了 连带里面的生物也刹那消散 湮灭个干净 金色汪洋中 每时每刻都有庞大的气泡出现 漂浮上来 但最后都碎掉 泡影破灭 泡影中的生物也在努力挣扎 但最后都失败了 化作斑驳的流光 消散在那片特殊的海面上方 王轩没忍住 精神出窍 攥紧了斩神旗 想要看到那些一切的本质 而不止局限于泡影的幻灭表象 它很震撼 金色汪洋散发着浓郁的超凡辐射 还好 斩神旗轻轻摇动 纹络交织 挡住那片汉海的青石 遮住了扩张过来的金光 仔细看 金色的汪洋在退潮 与山崖这里是逐渐拉开距离的 现实世界中的山脉 森林等根本瞒不住它 它似在虚空中移动 要离开了 王轩的精神回归肉身 坐上非洲 跟了过去 然而 它精益地发现 始终不能临近那片海 最后 它又回到了寒雾山上 下方的金色汪洋胜烈无比 泡影不断 这是什么状况 给我暗示吗 神话只是泡影 终将会破灭 它轻语 金色的汪洋缓缓移动 退得不算是很快 看样子 需要数天到半个月 才能彻底消失在虚空中 这是什么东西 王轩猜测 自己可能意外看到了一片 类似湿地的景物 或者说它就是湿地 不过它要走了 归于虚迹中 寒雾山以前 竟是这样的一片所在 山寨是类似百度人的 守约者的居所吗 终于 金色汪洋中 还有是生物挣脱了泡影 向着金色大洋的深处飞去 越来越远 渐渐暗淡 王轩在这里站了很久 直到天色暗淡 他才离开 两天后 王轩接到很多电话 业务繁忙 因为有人醒悟了 其他超凡者能活血 可以梳理经脉 但最后的效果相当于 推拿 这样做确实对身体有好处 可是并不能严寿 他们已经让一些 明医会诊 又以各种医疗设备检查 身体健康状态 没有多大的改变 反倒是钱安 宋云 经过严格的体检后 被认为短短数日间 他们发生逆生长 身体最起码年轻了两三年以上 忠家 忠诚惊叹 老王这是要逆天啊 不将一群老头子的宝物 榨干尽事不罢休 不过 我也心动了 想和王轩好好聊聊 等家交换 我要成为超凡者 姐 你不想变成忠仙子吗 我和你说 等赵清汉 无音回来 肯定飘飘然 宛若世外的仙人 我的亲姐 不进则退啊 忠情清纯靓丽的面孔上 顿时出现纠结之色 她怎么可能不动心 尤其是和那两人对比后 她如果还是凡人 真不甘心啊 姐姐 我觉得趁现在 你将王轩拿下算了 多好的一个人 那样的强大 有安全感啊 虽然有时候她也有麻烦 但顶多也就是被人 用战剑炸一炸 没事 死不了 都好几次了 她还活蹦乱跳呢 我看她不是短冰相 就在忠诚嘚瑟 而她姐姐准备修理她时 忠肠明来了 找到姐弟二人 让他们务必将王轩请来 此时 王轩身在永安城 做客赵家 被赵清汉的亲爷爷请来了 他能说什么 推举了另外一些老头子的邀请 首选这里 三个多月过去了 密地中的老胡 为什么没有将赵清汉与吴音送出来 无论是赵家 还是吴家 都在密地外的贺心基地中 留有人手 等待两女脱离那颗超凡星球 可是始终不见动静 古色古香的房间中 摆放着高大的紫檀书架 陈列着各种泛黄的古籍 全都是经书 密册等 这是赵明正的书房 他满脸是笑 看着王轩 道 你仔细去翻一翻 看看哪些经文对你有用 尽管拿走 他是赵清汉的亲爷爷 这么和蔼可亲 让王轩还真不好杀熟 王轩微笑 礼貌地和他聊着 然后去书架看了看 的确发现价值惊人的经书 比如 灵宝必法 金丹气密图 物真片 吕祖剑金 内丹实密 王轩已经得到 陈团的五色金丹本金 这里又出现了 钟离拳和吕动兵密传的典籍 等于是将金丹大道的体系补全了 几位鼻祖籍人物 最重要的经典都出现了 王轩有些出神 这让他不得不要重点研究下 金丹大道了 他意识到 赵清汉练救术 是为了保持好身材 没说假话 放着这么多点籍都不去练 估计压根就没翻动过 接着 王轩又在这里看到了 子府道经 混元秘图 等 这可是一较祖庭级的秘典 让他都动容了 这要是在古代神话时期 在那个超凡物质浓郁的年代 随便一本经书 扔出去 都会惹出血雨腥风 让超凡者打生打死 这个时代没人太在意 赵明正就这么摆在书架上 让王轩随便去翻看 王轩不得不叹 想到了百度人的话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 遍地都是奇珍 让古人都眼红 各个历史时期 不同时代的奇物 都从虚空中一同坠落 急于仪式 堆积在一起 怎能不璀璨 可惜 如今这个时代 却没有几个人 能练这种东西 王轩不管能不能练 都先以强大的精神领域扫视 记在心中 以后慢慢去研究 他露出异样之色 赵老头今天还真是舍得 这些古书留在这里 也不过是收藏品 是文物 你看中哪些 直接带走就是了 赵清汉的父亲赵泽俊也在场 告诉他随意挑选 王轩谢过 最后来到赵家 从旧土搬来的道观中 仔细看去 果然在主殿中的铜匾内 发现一块骨 他觉得 新兴的财阀 被渗透得厉害 一百多年前 提议附件道观 庙宇的人 绝对是有意的 早就安排好了 不然的话 没那么巧 所有的道观 庙宇中 都有真骨留下 王轩一阵出神 一百多年前 猎仙中的部分强者 就在划分势力范围了 这是大墓那部分 强者密谋的 还是某一个超级势力 在思维 他知道 一旦这些真骨血肉 重塑完毕 而三年期还没过的话 这些地方 会立刻变成修行圣地 化为大教道统 赵家这里问题 也较为严重 那块真骨上血色交织 长出部分血肉了 不知道多久 能出现真身 王轩真想挥动斩神旗 给那块真骨中 沉睡的生灵 来一下试试看 到底能不能干掉 他有些担心 棋居各大财阀中的真骨 有可能是大佬极强者 不好对付 最终 王轩引来神秘因子 将赵明正和赵泽俊 都覆盖了 康烈仙之铠 毫针骨的超物质 为二兆岩寿 赵泽俊喜悦 激动 他真切感受到了 自身的变化 尽管他现在还不算老 但经过神秘因子滋养 他还是能够觉察到 身体机能在变强 离开道观后 赵泽俊私下告知王轩 前阵子有神秘生灵 对他父亲托梦 具体谈了一些什么 赵明正没有细说 我有些担心啊 赵泽俊叹道 王轩回头 看了一眼道观方向 那块骨自己复苏过 还是说 有生物透过大墓 通过那块骨定位坐标 进行拖梦 赵书暂时应该没事 那个生物按理来说 不会太过分 毕竟是老鹰货啊 如果是合理的要求 尽量满足它 万一将来有事 我会过来看看的 不用担心 王轩安慰 他认为 只要不是自负过头 拖梦的人肯定不会胡来 都是在大墓后方的 残酷斗争中活下来的人 现阶段没有恢复真身 肯定会很温和 甚至会给予赵家 足够多的好处 赵泽俊一证 这个年轻人 到底多强 太自信了吧 王轩确实有些信心 只要再给他一段时间 一切都有可能 甚至 现在他手持斩神旗 都想去试试看 给那块鼓来一下 会发生什么 赵泽俊略微犹豫 道 你跟我来 最近我父亲经常看密库 我怀疑 这是某个生灵 在让他找什么 相对那个生灵而言 他自然更信任王轩 他已经了解到 自己的女儿和王轩 在密地走得很近 王轩跟了过去 来到一座宝库外 顿时止步 他皱着眉头 这里和在孙家时的感受 差不多 密库被人布置过 该不会每个财阀的密库 都被人占据了吧 他以超长的感知探索 凭着特殊的天眼 他知道 这里确实有好东西 有很强大的一宝 但是没有一件 能比得上斩神奇 锁魂中 王轩想了想 暂时不想起冲突 更不愿打草惊蛇 他示意赵则骏一起离开了此地 赵说 那里确实有些问题 主要是针对超凡者 对普通人影响不大 你暂时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吧 以后万一出现怪异事件 你再联系我 赵则骏点头 亲自送他离开 目送他远去 接下来 在秦弘远一再的邀请下 王轩去了一趟秦家 顺利将最后几页金箔经文看完 至此 他得到整部释迦真经 秦城联系王轩 告诉他一些事 王轩 我们现在来到了以救赎正统自居的皇家 早先连开了几天救赎交流会 没有想到 最后云泰大学的人带 我们来皇家参观 实在推脱不掉 在这里林教授看到了 当年将他胸膛打穿的那个家伙 王轩心中顿时一沉 皇家该不会是故意将林教授 与秦城接过去的吧 他想到了数日前 皇家 云家这几个救赎世家 似乎都邀请过他 但被他婉拒了 秦城道 皇家很客气 没出什么意外 林教授也很平静 没有计较当年的事 不过皇家想要 邀请你过来交流 行 我知道了 王轩点头 没什么意外最好不过 皇家 祖辞中 有丝丝缕缕的白雾 有一个老者在沉眠 他被托梦了 正与神秘生物交流 在梦中 他开口道 是的 他每次为人续命 都是进入道观 寺院 神词中 将他请来 白雾丝缕缕缕 有个声音在老者的梦中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